红斑性狼藏病患 脑、眼、同时中风 45岁的蔡淑姨是澎湖的生态解说员 两个月前在家中突然左侧手脚瘫痪 双眼视力模糊而且意识不清 紧急搭机到台北就医 发现她患有红斑性狼藏而不自知 导致她全身血管长期发炎 不但脑中风还同时眼中风 因长期发炎或高血压 血管会硬化、失去弹性、血脂堆积 再加上天气冷会让血管收缩 容易造成血管阻塞或爆裂出血 使得视网膜坏死 影像讯息无法传达到脑部 就称为眼中风 蔡淑姨接受特殊治疗刺激血管新生 一个月后她不但已能看大字体的书 也能看电视 还可在医院内走动 明天冷气团又要来袭 医师提醒天冷要小心中风 患有高血压或红斑性狼藏的慢性病患 要特别注意保暖 且应定期就医、服药以免中风 邓新闻台北报道